大家好 我是阿妹 結束了昨天的工作之後呢 今天在台北獨留了一天 那目的就是跟小慧約好 要來去吃Buffet 因為我們倆的食量說著呢 去吃海鮮餐廳單點的話呢 一定會破產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間 在台北平價還滿高檔的Buffet 等等你們就知道囉 走 好了 我現在到了建南路 然後小慧也快到了 等一下我們會揮合 然後帶大家來去開箱餐廳 我來了 我來了 我來啊 好開心喔 我們現在終於在 不是工作的情況之下 可以相約吃飯了 對 而且今天呢 這個是 跟妳說 台北豪華有名的 尤其說裡面的食材呢 非常的好 這也算是我很少很少會大手筆 然後平常真的不會 沒事去吃一個一千多塊的東西 真的真的真的 對 今天太難得了 對 所以這一集呢 就是我們慰勞一下我們自己 然後呢 好好吃我們今天就不要開啟 比賽模式 真的 放鬆的吃 好好的吃 好 那我們就一起去開箱 我們今天要吃的美食啦 走 走吧 好啦 終於到了開飯的時間了 因為呢 餐廳非常的貼心 知道我們兩個是大胃王之後呢 一人兩張桌子 所以我跟小灰呢 做出隔壁桌 然後他們桌上呢都會有這個 都會藏起來了 這會有這個 讓你在夾熟食的時候 可以把它投進去 就不用在那邊等排隊等很久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去吃餐啦 走 不過防疫期間喔 大家真的是口罩戴好 然後手套會附給你 這兩件事情非常重要 大家有各自的用餐習慣嘛 所以我一開始呢 一樣生魚片先來生魚片 吃喔 懂吃喔 當然 懂吃就叫公生魚片好不好 今天這一餐吃下來啊 加服務費整體要破千耶 到底上那邊吃Buffet要吃多少 才可以回本 讓我心想其實我前面兩人 暑假孩子們最開心的時候了 7月1號之後開始正式推出了 懂吃懂吃東南亞記 雖然你可以不用出國 就可以吃到很多有關東南亞食物 真的一下應該比較重 不要... 為什麼我剛剛拿多一個小盤子 自己跟自己生氣 我看那個我好愛的東西喔 一樣呢 在懂吃懂吃的東南亞區 我看到了我的最愛 就是這個鮭魚 不要小看這個鮭魚的周邊 它其實好吃的料 好吃的肉超多 而且這個冰箱 都覺得它冰冰很嫩 另外一個這邊要排隊取餐的呢 就是 天使蝦跟生蠔 這一區必來必點 你放那邊也可以 一人有限支數嗎 後面沒有排隊的話 基本上就沒了 各五個好了 超愛貼死蝦 要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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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貼心喔 它說只要人沒有太多 後面沒有大排長龍的話 它會盡量滿足我們要的支數 是不是很貼心 謝謝 這個 燙 這個呢是它的龍蝦 它一個月只有四檔 四天才有的龍蝦吃到飽 只要盡早要預定 但是我們今天來的時候 其實不是那個時段 這麼有一隻 但是也是很開心 然後熱熱的 等一下趕快吃 這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吧 這當作是個白滿 然後再回來享用龍蝦 啊 花了一點點的時間 當然第一個要簽車就是龍蝦 好開心啊 我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十二盤 可是我感覺看起來比較多啊 沒有沒有 啊沒點 配色好好看 不小心的啦 哈哈哈哈 然後最好吃的是呢 龍蝦下面的冬粉也要吃 它的冬粉吸收了龍蝦的精華 所以甜甜的 一定要吃掉 不要浪費 好可愛喔 為什麼 他們有一些高單價的 其實就會很自由 我剛剛有拿到吧 高單價的 譬如說牛排啊 還有天使紅蝦跟生蠔 應該都很快拿錢了 我很想來 這樣畫面會好看嗎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話 我會想要折折它起來 牛排根 真是 好吃 我今天終於可以好好的咀嚼 感受一下它的牛肉的香氣了 然後我就開始弄弄現實的開始 千萬不要按下這個舉動器 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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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美人魚 是不是誘人 是不是誘人 很肥耶 王美索來一下 很肥有沒有 很肥有沒有 來一點點的醬油提個味 好好吃 吃了 快吃 來台北這一趟是對的 每一顆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大小的量 所以我不管怎麼開 其實都很肥嫩 水噹噹噹 水噹噹 哎呀 感受這個深海牛奶的味道 我剛剛吃了三顆的生蠔 整個就超優秀超讚的 小蕙妳有拿到生蠔嗎 有 妳有吃了嗎 還沒 姐妳吃了嗎 我跟你說 讚美喔 細細品嘗 豆腐就大海的牛奶一般 好 很優秀妳吃看看 立馬來吃一下 妳用刀子去敲它 才不會那麼手痛 好 妹子的力氣姐姐姐輸了 對啊 我來個很遮止的 一次三片鮭魚 羨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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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三塊 而且下面沒有飯 這是報仇來的 鮭魚大鋪 對 其實時刻就是鮭魚大鋪 生蠔片的全品項有拿是對的 美國都好好吃 不要說我對妳們不好 來 觀眾先吃 觀眾吃一下 好 這樣換我吃 好嫩 整口都沒有那個纖維 沒有那個筋 就是一塊肥肥嫩嫩軟軟的肉 算了 炸蝦天婦羅 好 也太脆了吧 好 我一定要吃 對 因為那個家伙要洗乾淨 雖然真的有人不吃 我也會 我也會 不要吃到蝦囊就好了 我也會吃掉耶 我們剛剛家庭的火焰蝦來了 這火焰蝦它只有在這場活動的時候才有 好香喔 很香 很香 我這邊已經聞到那個香味了 對啊 我第一次看到有 就是餐桌上可以有這樣的情景 這麼有點像是那個 蝦腸裡面那個鹽焗蝦有沒有 對啊 有那個味道的感覺 我們會太過分了吧 把這個火焰蝦然後比喻成 蝦腸裡面的鹽味好香 我們這都很慫耶 那視覺上也有享受 對… 味蕾也有 太幸福了 就看得也開心 吃得也開心 你就是南部小孩 對啊 你要等它火起一滅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吃了 對… 一人吃一半 感覺不會散 好 一人三隻 對 現在大家想用一下牛排 對 可是它也沒有血水 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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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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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也血水 吃…為…水 血… 血… 郭老師 我要幫他那邊辦人 正英班 欸 搞不好把哪一天 大王全部找出來寫國中討 就可能不會是對差的喔 你確定 你怎麼會有這個意思 完全都不確定 完全都不確定 你要用國小討文還是頭中討文來找 國小 直接挑戰國史好嗎 三點玫瑰眼 醬子提味我覺得很厚 這怎麼浮誇的表情啊 幫大家解鎖一下 他們家呢高單價的四種食材 你有吃到就可以回本了 第一個就是我現在吃的牛排 再來呢是我剛剛吃的天使紅蝦 以及生蠔 這兩個呢你也要必吃 再來呢下一個呢另外高單價格就是 這是在裡面的部分 這四個你怎麼有吃的 我店後 你有回本啊 好不好 大家接住囉 真的嗎 看一下… 好奢華喔 後面是… 我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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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了喉嚨 吃到比較窄 我嚇死了 下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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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碗呢我加了他們剛剛主廚店的辣椒 要吃看看 很像和牛 這牛肉不是和牛來著呢 和牛啊 你沒有只要拌一下拌一下 要吃那些 真的要加辣椒 辣椒是靈魂 你喝什麼啦 你喝完 要自己去冰箱啊 對啊 每次都這樣 阿姨姐那個… 對耶 火焰結束了 火焰結束了 我來了… 好 好 我要轉… 好 好扎實喔 真的耶 而且它下面還是用椰子耶 嗯 別有一番風味 太甜好了 感覺有醬汁耶 你把你拿起來看看 好啊 好像有汁耶 它裡面的汁是可以喝的嗎 我真的在想說過汁 我問不要讓我喝 好 你也吃 你也吃啦 沒錯 喝 喝好喝 好喝 好像想喝耶 酒精膏 酒精膏 酒精膏在外面 可以喝… 我可以喝 我可以喝 椰子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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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想進去的時候 我可以幫他一點點給我就喝了 我們一起喝 哇喔 真的是椰子汁耶 因為我在騙你耶 試試看 好異國風情的味道 我們喝看什麼味道 好… 乾杯 謝謝 它是那個 有點像湯對不對 有點像那個什麼茶壺湯的 那個高湯的感覺 對啊有點… 不是雅雞醉… 不是雅雞醉 這個火焰蝦真的是 真材實料喔 裡面還有一個隱藏版的湯耶 對 如果有人拿起蝦子 還不知道裡面有湯 沒關係我們累了 我們跟你們桌 這裡面好喝的湯 妳剛剛是說我們跟你們桌嗎 都會 跟妳說 國文大得不只我好不好 來跑試… 難怪我們可以這麼喝 難怪我們當姐妹 國文都不好 好 謝謝… 我們來嘗嘗火焰蝦 我們來嘗嘗火焰蝦 這個火焰蝦裡面 剛剛光是蝦頭的那個肉 就明顯地吃得出來 它緊致多了 這邊的用餐時間呢 可有兩個小時半 所以大家如果早點來的話呢 可以好好的慢慢地享用 然後到下午兩點鐘 就吃吃了 urstill我一定會再 牛排要再拿 專點盆也要再拿 螃蟹也是 還有夹蝦也是 生蠔跟天總家也必須再來 它有甜湯嗎 有那個是西米洛 沒點滾 中場休息先來點甜食 只剩8個小時了 因為時間快要到 現在最後20分鐘 就把高丹亞的東西 施養我們再上一輪 就是牛排生魚片 黑手紅蝦跟生蠔 歡迎 好心喔 完蛋了 接下來下一回合 就我們今天本日最終回合 就是趕快把四個做高丹亞的 再吃一輪 剛剛不小心一個手滑 我把芥末的醬油 全部炸在我的牛排上面 然後把我的玫瑰鹽 上面染的全部都是醬油 這個怎麼沾 一點噁心 邊邊沾到就好 完全的不對味 好餓喔 四把 好餓喔 嗯 是 期待已久的摸摸喳喳 這個真的很好喝 東南亞必備點心就是它 今天算是兩個人 第一次這樣跑出來很悠閒的吃飯 那悠閒歸悠閒 那兩個小時是有點短 對不對 真的 你怎麼吃到頭髮都亂了 太興奮了 興奮到頭 然後一個回頭 你剛剛跑白米嗎 今天吃那麼多樣 你覺得哪個是你最喜歡的 每個都是我的新世界 我的新大陸 謝謝阿美姐 這是因為我來這邊吃 別這樣說 你知道想到你我20歲的時候 吃過最後好好的 是我家貴族嗎 現在那個牛排不是蓋的 對 好嫩 而且又比我的臉還大 我兩口就把它吃完了 太好吃了 你等一下對比廚師嗎 你對比那頭扭嗎 兩口就把它看掉了 說真的 因為它的東西 像我剛剛說的 因為它的牛肉夠鮮嫩 所以其實你一口吃 也不會覺得很負擔 就連我那種鴨子 不是很好的 我覺得也可以這三兩口 就把它吃下去 然後呢 他們現在目前呢 會有一些很棒的活動 從7月1號到8月底 就整整的暑假兩個月 大家可以來這邊吃飯 但是呢 龍蝦節呢 就有特定的四天 那也歡迎大家 不管是暑假也好 蟹吃雞也好好不好 舉家同氣也好 普天同氣都好 也歡迎大家來吃飯 OK 那當然也別忘了 要訂閱一下我們小蕙的Youtube叫做 小蕙就愛吃 謝謝阿咪姐 阿咪姐的頻道也是 對 這邊講一下喔 就是大王是阿咪 請記得互相訂閱喔 然後喜歡他們的話呢 也別忘了要把影片分享出去 然後呢 打開小鈴鐺並且按訂閱再點個讚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 我們就再見了 我這邊先掰掰 拜拜